4月12日,白白河被中国第一狗仔卓尾,爆料在泰国秘会小鲜肉,两人贴面喂食,用齿边熙熙,并爆出两人在泰国细水的视频引起巨大轰动。 而在4月11日,也就是出轨事件被爆出的前一天,白白河在首都机场被拍到的一组照片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 照片中白白河头戴白色鸭舌帽,配牛仔裤,身着一件军绿色透视风衣,吻着一名神秘男子咧嘴大笑,心情大好,并不时与该神秘男子搂肩热拥,喊喧不停。 这画面,让吃瓜群众又有了一系列猜想。 有网友看到这组照片后评论道,在机场报的基本上都没毛病。 据名侦探赵武尔爆料,白白河与陈宇凡已协议离婚,并已分居。 对此有媒体采访了卓伟,他表示陈宇凡白白河目前并未离婚。